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骑着脚踏车在公园里飞奔 看起来超欢乐 因为没有见到姐姐汪熙月的身影 网友们都很惊讶 说 没想到这次竟然只带着弟弟出来玩 到了晚上 汪小飞再次更新动态 这次姐姐也有出镜 才发现原来是带着两个子女一起出来的 汪小飞配文写道 周末接孩子补习下学 带他们去公园玩一会儿 回家吃饭 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现在都实现了 这俩孩子多开心 照片中 月儿和弟弟骑着脚踏车在公园里驰骋 姐姐飞奔在前面 把弟弟甩在远远的身后 姐弟俩陪伴着一起玩耍 画面看起来温馨有爱 骑完脚踏车 姐弟俩还玩了其他项目 姐姐挑战高难度 玩双杠 弟弟玩起攀爬网 两人倒挂在上面 胆子都很大呀 不仅动作熟练 一点也不怕 还玩得很开心 四岁的弟弟西林也难得露出正脸 长相十分帅气 模样看起来和爸爸汪小飞很像 五官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而且 手长腿长 个子已经很高 估计长大也和爸爸一样又高又帅呀 感觉姐姐性格也是很活泼的样子 胆子不比男孩子小 可能是个女汉子哦 轻松倒挂在双杠上面 把旁边路过的小朋友都给惊到 还回头看了一眼 表示佩服 六岁的月儿挺挺玉立 大长腿十分抢劲 她扎着丸子头 身穿粉色上衣和黑色长裤 打扮看起来十分甜美 清秀 模样看起来和妈妈大S年轻时候很像 妥妥的小山菜即逝感 王小飞回去陪妻儿已经有一段时间 表示 很快又要和他们分开回来工作 估计肯定会很舍不得 前段时间刚到台 还在隔离时就忍不住思念 和女儿隔着几层楼高远远看一眼 以解相思 隔离出关后 一大早就迫不及待 牵着来接她的一对子女回家团聚 一手牵女儿 一手牵儿子 仿佛任生赢家 画面看起来十分有爱 如今又要分隔两地 相信孩子们也很舍不得爸爸 但最难舍难分的应该是王小飞吧 毕竟大S还有两个小朋友陪伴在身边 不过 现在网络发达 可以多视频见面吗 王小飞 1981年出生于北京 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因为父母不安于现状 所以一块辞去了工作 纷纷下海经商 父母的决定最后让王小飞的童年再无父爱 母爱 因为父母在生意上的忙碌 所以就无暇顾及王小飞的生活 所以 王小飞经常住在外婆和姑姑家 偶尔父母回趟家 两人也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经常吵架 更是无法顾及她的感受 之后 因为种种矛盾 王小飞的父母离婚了 从此让她成为了离异家庭的孩子 之后跟着父母生活 母亲张岚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好的未来 以后能接手自己的生意 于是 在王小飞16岁的时候 送她出国留学 在王小飞在国外深造的时候 张岚为儿子创办了高端餐饮业 在王小飞国外学成归来的时候 张岚就把自己打造的餐饮行业交给了她 让她担任执行董事 学成归来的王小飞就想着大展拳脚 来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 后来在母亲的支持下 凭借自己的所思所想 确实干出了一番作为 回国后的王小飞认识了她的第一任女友冯靖 她比王小飞小七岁 而且还是模特比赛的冠军 所以在长相和身材上都堪称极品 但是 两人最后还是低调地分手了 据说 她们恋爱了两年多 最后因为王小飞对冯靖没有结婚的冲动 所以就分道扬镳了 与冯靖分手后 王小飞认识了张雨琪 那时候 张雨琪已经成为新女郎 并且凭借新爷的电影《长江七号》而一炮走红 后来 王小飞和张雨琪的恋情 在2009年举行的《华谊之夜》的活动中公布了她们的恋情 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时候 两人处于热恋中 所以非常的甜蜜 经常被媒体拍到秀恩爱的画面 重点是 她们毫不避讳 后来 因为王小飞的一场车祸 让张雨琪推掉了所有的工作来照顾她 这时看出了两人的感情还是挺感人的 然后 两人同居了一年半之后就分手了 原因就是性格不和 因为同居 所以经常溺在一起 时间一长 两人之间就出现了问题 张雨琪的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 再加上不会退让的王小飞 所以两人经常吵架 甚至动手 最严重的一次是两人互扇大嘴巴子 在王小飞恢复单身之后 很长时间没有再交女朋友 但是和安一轩走得挺近 而这时 网上出现了她们在恋爱的小道消息 但是两人并没有正面回应 而在安一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对王小飞称赞有加 这让她们的绯闻消息更加的有力度 但是 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捅破的时候 王小飞却爱上了安一轩的闺蜜大S 关键是 还在安一轩的生日晚会上 这有点拱手让人的感觉 最后 王小飞害怕自己的喜欢的人被别人抢走 在她和大S相见第五次的时候 就对她说 我们结婚吧 2010年11月 王小飞和实习员登记结婚 在大S为王小飞生下一儿一女的时候 这时的王小飞在这种环境下 才体会到完整家庭的幸福 虽然以前的王小飞情史不断 但是 自从和大S结婚之后 变成了人们眼中的好男人 王小飞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关爱有加 重点是 对徐希元更是疼爱 经常为大S按摩 还会偶尔制造点小惊喜 哄大S开心 真是妥妥的好男人呀 而且 在看完幸福三重奏之后 对王小飞的好男人形象给折服了 大S也太幸福了吧 在节目中 只要大S想吃的 王小飞都能做出来 而且 做饭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一看就是平常在家经常做饭的那种 而且大S只负责吃 就连刷碗也是王小飞的 在王小飞眼中 大S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学生 必须有人照顾才可以 所以才会对大S像照顾女儿一样来宠着 虽然在生活上 王小飞对大S照顾有加 而且还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对于大S的事业方面 王小飞从来就没有阻止过 一直都尊重大S的意见 因为他不希望家庭和孩子 成为他完成梦想的阻碍 现在 王小飞和大S结婚快十年了 而这期间 王小飞对大S非常的专一 对孩子更是宠爱得不得了 而且 他也完成了儿时的梦想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对于王小飞来说 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已经足矣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犯错 而失去完整的家庭 其实 这样的生活挺好 和这些小消息